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我是威懿 現在來到這個和平島公園 那對於這邊的這個 認識呢我還不是很了解 但是我等一下會用我的腳 一路一路的走 然後在邊看邊了解 那最最後是你看我現在身旁有幾個 這個也是很棒的youtuber 那沒關係不用太在意他們 他們是非常那種歡樂的 我平常都很愛看他們的影片 騙人 騙人嗎沒有騙人沒有騙人 對對對 走走走 這兩個雙爆胎啦 介紹一下介紹一下 其實我們這個是一個 這個沿門的出遊 對啦沿門出遊 聽說我常妹不是嗎 嗯 果然你看 配上他們我的這個影片 這個調性都跑掉了 沒關係好我們先買票 一個人50塊 來 Let's go 哇 各位看 好像在打仗啊 那個是萬人堆 應該是這邊最著名的 而且它的岩石非常的特別 應該說你不太能看到像這樣子 那種一片好像沙地的感覺 而且你看喔 遠方 我錄音 這個 是基隆雨 可以看到基隆雨 很美耶 我們來上去看一下 上去看一下 然後你們看他們這個石頭 應該是保育區 因為它好像是屬於這個候鳥的繁殖區 所以要進去的話好像要經過他們這個園區的同意 我不知道現在可不可以進入 那等一下我去問問看 那其實這邊有看到一些堡壘喔 這應該就是真的是以前是一個軍事基地 那堡壘他們就會觀望遠方這樣子 防止敵方入侵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看到的 我們看到的就是有一個細水的地方 這邊 哇這個真的是超級親子的地方 你看這邊已經有很多人在這邊 等一下都要下水玩了 那它這個應該是有建設起來 是屬於一個大海的游泳池 聽說下面可以看到一些魚喔 等一下我們就請那個 那個 我們就請他們下水就好了 我們就在上面 偷看他們 耶 大家看這個和平島啊 其實有非常多的城堡 像是你看這個 這個就是 為什麼會有城堡呢 其實以前西班牙人 荷蘭人啊 在佔領這邊的時候 因為和平島這個位置 是屬於戰略地點 非常重要的地方 所以他們就會搭建城堡 搭建碉堡來 鞏固這個軍事基地 重要的一個地方 我愛夏天 有 可愛小妹妹 對 你看 這邊很多人在玩水 而且都是小孩子 就是這邊是一個 親子 非常淺的一個 小朋友游泳池喔 阿 阿 那邊 沒有啦 今天不跳水 就是看他們玩 那以後帶小孩就可以來玩 所以大家如果有小孩的話 也可以來這邊 然後小孩子 因為可能 比較少人會帶他們去游泳 所以就可以帶上一些這種阿 小小的這種 救生圈 讓他們也會比較安心安全 那如果就是你擔心說 就是太陽很大 然後怎麼辦也會曬傷對不對 你看這邊現在已經有搭建一個這樣的平台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休息 所以大家都在這邊休息喔 大家都在這邊休息喔 大家都在這邊休息喔 很重要講兩遍 大家都在這邊休息喔 要講三遍 三遍 哇 這邊就漂亮了 哇 這裡就讚了 對不對 中了一個男性 一定要有一個很棒的這個 海洋 這邊這個沙灘是人工沙灘喔 是搭建出來的 以前是沒有的 因為現在已經規劃得很完整 算是一個政府應該極力幫助 成為一個親子的海角樂園 這邊是一個很棒的一個大自然游泳池 所以你在裡面可以看到魚喔 可以跟魚一起游泳 看很多人已經在這邊玩水 算是非常初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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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心者初學者 怕海的人 怕水的人 可以在這邊玩 如果這樣子看 你還是覺得不夠漂亮的話 那我用空拍的畫面 你一看就知道有多美了 Let's go Hey hey i i 적 i i cam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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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和平島玩完以後來到這個地方 正濱漁港是不是很美呢 現在在夕陽的方向 如果你靠上這個欄杆 面對這個地方 把一個帥帥的POSE 拍下一張很漂亮的照片 然後打卡是不是很棒呢 好 講得我有點尷尬 其實是我巴豆腰啦 所以我要來去吃飯了 掰掰 哈囉 我是威夷 謝謝你收看這支影片 也歡迎按讚 訂閱 與分享喔